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过去几年在谈到席卷全球的资金洪流时 不得不提到日本的软银集团 千亿美元的愿景投资基金 这样大的规模在风险投资行业实无前例 短短三年里 愿景基金投资了近850亿美元 投资包括Uber 滴滴出行 WeWork 今日头条Cruise 等超过70家世界知名公司 随着Uber股价大跌 WeWork的估值从470亿美元降到80亿美元 软银二季度财报出现了14年以来首次季度亏损 而软银的掌门人孙正义也压力重重 这是他62年以来第一次在发布会上承认 自己的投资判断力在很多方面都很差 目前正在深刻反省 如果你是要专注互联网 然后你是作为VC投资的话 你需要早入场 那你的投资团队早期干什么去了 如果从VC的角度来看愿景基金 比如说未来5到10年之后 而不是说都在关注于说WeWork 而全盘否定愿景基金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播刘红军 财经杂志与晚点LatePost驻美记者 本期我们请来了两位资深投资人 来聊一下软银的愿景基金 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 投资教父孙正义 能否再坐上时光机 重新回到那个万人景仰的神坛之上 欢迎来到生动活泼传媒旗下 硅谷早知道 这个世界因科技创新而聚变 那就请和我一起在最前线 观察科技创新所带来的 变化 影响和机率 我是徐涛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陈瑜 Christina 她在亚马逊负责创业公司的业务拓展 陈瑜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一位是孟瑶 孟瑶是歌飞硅谷投资总监 孟瑶你好 嗯 大家好 OK 那在我们就是聊这个话题之前 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阮营 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交集 比如陈瑜之前是有过投行的经历 然后在投行也跟阮营有过一些 就是共同合作的公司 不然大家先各自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 其实我刚加入亚马逊 在西雅图的总部也不过一年时间 然后其实之前基本上我的职业生涯都是在投行 最早是在纽约的高盛 在北京的高盛高华也工作过 那么在加入亚马逊之前呢 是在摩根大通 然后在很多这个一级市场投资过程当中 其实跟软银的一些旗下的portfolio公司 有一些这样子的接触 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吧 也从他们身上学到非常多 所以今天也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 我是孟瑶 我现在是在美国歌非硅谷的办公室 然后做风险投资的 然后我们投资的一个策略 差不多是从B轮之后到pre-IPO的这么一个成长期投资 然后在硅谷做VC的投资人 就是软银的对整个成长期的投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说我们跟软银的愿景基金 没有非常直接的一起做过项目 因为就是当他们进入一个一轮或者投资的时候 别的VC基本就没有在进去的空间 尤其是估值那么高 但是他们对硅谷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其实我刚刚听大家聊 我们主要还是聊的软银投资的这一部分 就是它关于愿景基金的这一部分 不然两位可以先介绍一下 就是当大家提到软银这家公司的时候 你们对它的一个初步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因为愿景基金毕竟这个 有非常大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 所以大家感觉提起软银 就是想的都是就是愿景基金这个 其实软银是日本的通讯公司 然后它也有非常多像LINE啊 或者是腾讯啊 这样子的各种线上的业务 然后这个公司 然后其下还有非常多的 就是他们买了很多子公司 比如说像ARM这样子的 科技前沿的这个 Semiconductor公司 是个巨大的集团 愿景基金呢是因为 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一块 是下手又狠又重 然后每一次出手 基本上都有巨大的这个媒体的报道 所以以至于呢 大家提起软银就跟这个 愿景基金花等号了 其实没有 愿景基金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个公司的本身的运营 它的core business 还是很不错的 孟瑶你对软银的印象 包括对愿景基金的印象是怎样的 我觉得因为最近 软银第二季度的财报 相当的不好看嘛 就是因为他们 WeWork投资 还有就是 今年Uber上市 然后他们软银的投资业绩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现在媒体 对于愿景基金 其实是可能 负面报道比较多 但是我本人对愿景基金 包括孙正义 还是有很多的respect的 因为就是孙正义 从说投资到非常大的一些行业 还有就是说这个 基点时代的一个到来 其实是从1990年那个年代 就开始开始的 然后作为从一个VC的角度 如果你把软银的愿景基金 当成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成长型的VC 那投资期差不多是5到10年 回报的话也是长期 你才可以见到 他投下去项目的一个效果 然后现在愿景基金 两年之内已经投出了 就是他第一支fund的 所有的资金 这其实是前所未见的 那个投资速度 的确是非常把这个硅谷的 这个投资理念就彻底震荡起来 对 但是其实两年投完 就是全部基金 在硅谷也不是说非常罕见的 就是在之前的时候 就是VC刚刚兴起的时候 1990年 2000年的时候 可能投资 投资完一支基金 是三到五年的这么一个速度 五年的投资期 但是就是近些年来 你可以看到就是基金投资的速度 是越来越快的 我觉得平均下来 两到三年的投资期 其实在硅谷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但是因为他的规模非常大 就是作为一个VC基金 这么大的规模 然后两年之内投出这么多项目的 就是可能在硅谷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媒体 对于软银的报道 有一些过度负面 因为孙正义开始说他 就是他压在那些成长非常快的企业 比如说他是从雅虎投资 开始起家的 他是在互联网时代 有非常好的一些投资项目 然后他一直在说他要找是三百年之后 就是还是那些成规模 有科技性的一些项目 所以他两年之内 其实他还是投了一些 就比较著名的一些公司 除了说优步啊 还有就是VWork 可能表现不是很亮眼 就是愿景基金 还是有一些表现比较好的一些公司 比如说他今年投的 压仓比较多的Doordash啊 然后像印度的那个OYO啊 就其实是还是 就是从估值还是表现方面 其实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 因为媒体的过度报道吧 因为他们也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聪明人 你想就是孙正义 他在招聘他的团队 如果你看他团队的一个背景 也都是有非常多的投资经验 就是作为一个成长线的投资人 他们也不是说 我们就是一个土豪式的一个方法 我们有很多很多钱 我们就去压 他的团队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就是他还是有原因说他去压那些公司的 也不能说就是他只有一些公司 他可能亏先亏的比较厉害 就完全去否定 愿景基金的这么一个存在 是 其实我们看那个孙正义之前的投资 包括他投的雅虎阿里巴巴 就这些投资 基本上现在就是孙正义整个的 现金流的一些来源吧 比如说他自己去那个收购ARM 然后钱不够的时候 他会去卖一些阿里巴巴的股票 我也不否认刚刚您提到了 就是软硬会有非常非常好的 公司的组合 那其实现在媒体密集的报道 是因为WeWork出了 可以说是今年 或者说是这些年以来 一个非常大的笑话 就是他原本是打算 以47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 结果上市没有上成 然后马上面临着资金流断裂 最后软银是花了190亿美元 就是再次来给这个WeWork注资 但是WeWork现在的估值 只有80亿美元 然后相当于软银花了几百亿美元 去买了一家80亿美元的公司 80%的股权 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市场上 对软银一个质疑的来源 就是投资是非常的不成功的 就是你们从自己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软银在这个 WeWork的投资中问题出在哪呢 首先我觉得WeWork这个公司 是有一个business niche在的 这个公司是有存在的合理性的 我觉得在这个共享经济之下 就共享办公场景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business model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肯定的 WeWork呢 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过于激进的这个管理模式 就是我就不想说太多 关于那个Adam Newman的很多 跟公司的丑闻啊 然后包括一些 就是把这个作为可以卖给公司 然后从个人得利 有非常多这样的报道 我觉得在投行 在VC做这些禁调的时候 这些全部都是问题 那我就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些投资机构们 在早期跟这些创始人 和管理团队的时候 第一有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第二有没有挑战过他们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关于这个第一点 我稍微提一点 就是我的疑问啊 就是媒体关于WeWork的创始人的 不良行为的报道非常的多 那我也看到一篇报道是讲 就是他在2017年 他自己说的一段话是 他说我觉得我的野心太大了 然后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我的野心 那可能有一种观点就认为 他的创始人可能在软银投资以前 还是一个正常人 但软银给了他太多的钱 太高的估值 那这样他其实就没有生存的危机了 就比如说在硅谷做公司 然后大家钱不够的情况下 就会一直就是很拼命的非常努力 到底是创始人的问题 还是说钱让人变成了这样 非常好的辩证性的问题 毕竟不是创始人 也不是他们的投资人 所以我很难说 这个真正的答案在哪 我觉得大家一千个人 有一千个哈莫雷特 双方都有相辅相成吧 而且在这么多软银投的公司当中 软银通常都是在低轮之后才进入 然后这个进入的这个模式 大部分是高估值 然后大笔投资 很少一百个million之下的投资 对吧 那公司很多的这个valuation 都是十亿美金以上的 就是一上来就已经是独角兽了 的确是很容易让这个创始团队 挺容易就放松了 就觉得啊 那我的这个runway很长 我很长一段时间 不需要再去融资了 而且软银有一个投资特点是 他投了低轮之后 他接下来的轮次 他都会自己再加码 所以就是好像感觉 软银在了你的cap table之后 这个公司就是有铁翻碗了 是的 就是我可以一直回去找 爸爸哭穷 要要钱 对吗 那这个时候又把其他的投资人 就基本上挤出了这个赛道了 就没有办法跟投了 这个高估值 我听到非常多的 这个共同基金的 这个投资经理 都有这个comment 说啊 软银在里面了 我们可能就很难match了 所以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问题 真的就是相辅相成 互相影响 对 那weword的这个创始人 可能当然有其他 更加特殊的这个 不管是accounting issues 还是个人和公司的 这个财务的这些issues 那这个同样的问题 其实uber也有 对吗 然后到最后 你看结果两个公司 有非常相似的 Ost他们Founder CEO的 这个 创始人都被投资人赶走了 那你的第二点是 刚wework 我接一下吧 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是创始人这个问题 其实好的创始人 不一定是好的CEO 因为就比如说 早期投资的时候 像benchmark 还有很多很明星的VC 也在wework和Uber里边 就是他们早期 可能就是压这个人 比如说像Uber的 之前的创始人 也是之后被赶出了 这个公司 但是是他需要那样 比较aggressive的 这个性格 才可以把Uber 一开始做起来 就是跟政府呀 去协商什么的 真的 就是我合作过的 Founder CEO 都是非常多相同类型的 非常aggressive的 白人男性 然后不好意思 说多一点英文 因为他们就是 literally就是 only care about winning 他们只想要赢 其他的很多东西 就被变成了 就是secondary priority 就没有那么重视 但是这些很多 你早期做的这些决定 到最后你上市的时候 都要披露的 这都是公司埋下的 这些导火索 那可是早期的时候 又需要这些 非常有狼性的CEO 去抢夺市场 沐阳说的这一点 真的是 是个很常见的问题 Founder CEO 不适合到 很多时候 不一定适合 做上市公司的CEO 对而且就是 硅谷的VC 都比较重视 就是growth 高速成长 这么一个发展 所以就是早期的时候 大家都是说 想看创始人 把这公司做起来 然后就是到了 高速发展的 这么一个阶段 但是到公司成熟的时候 作为一个 比较成熟的投资人 可能更关注的是说 能不能盈利 这个公司 有没有一个商业模式 可以可持续发展 这个时候 可能会要有 比较专业的 一个管理层 或者是CEO 来进来 对 所以把公司 从零到一 包括就是比如说 从零到一百一千 做起来的能力 跟他从一千到一万 一万到一亿 做起来的这个能力 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这个管理模式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继续把 我的第二点 也说一说吧 就是 我觉得当时 在做定调过程当中的时候 可能对WeWork的很多 不管是 这个财务报表的 具体的这个审查 还是这个公司的盈利模式 和公司的这个KPI的 这个具体的drill down 然后他们的这些assumption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这些投资机构 尤其是晚期进来的 没有进到这个投资机构 自己作为LP的责任 因为这些公司实在是离这个 这个net income positive实在是太遥远 对 有一个数据是 他们每赚一块钱 要亏两块钱出去 所以导致于很多 那个投资机构 就为了能够快速的 拿到签下term sheet 就可能 就是放松了很多 在做进调过程当中 应该进行的这样子 深入的调查 对 然后我记得就是WeWork 当时在提交S1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比较 有创造性的 或者是投行建议的 这么一个metric 叫Community Adjusted EBITDA 就是社区调整后的EBITDA 就是在它给投资人 看这些metrics时候 它其实也做了 很多的一些调整 因为作为投资人来说 我们比较关注的是 单位经济成本 比如说 我的多家的一个客户 对我来说 是不是赚钱的 如果就是多家一个客户 是亏损的 那长期的话 就是越大越亏损 所以就是自WeWork之后 其实硅谷的投资人 每个人都特别特别 关注这个单位经济成本 我觉得还有一点 有哪些公司是就是 不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吗 就比如说 今年大家比较关注的 可能上市的 今年有很多的 独角兽的公司 比如说Zoom 就是那个做 视频会议 视频会议的 然后创始人 也是一个中国籍的 一个创始人 Eric Yuan 比如说像Zoom来说 他的Gross Margin 就是毛利率 在80%以上 他是一个软件公司 然后他从IPO到现在的话 他的股票还是翻了两倍 他应该是今天4月份上市的 当天股价就涨了 比他的那个发行价 就涨了百分之百 但是你看有一些 单位经济效益 不是很好的公司 比如说Uber Uber的Gross Margin 应该是40%左右 45% 46%左右 然后VWork的话是30% 那Uber今年上市的价格 是46块钱 今天的话 我刚才查了一下 是27块钱 所以上市之后 其实是亏损是比较大的 还有就是比如说 最近刚刚上市 也是摩根大通 做的承销的 那个Palantan 然后就上市之后 股价也是大跌的 但是如果你看 今年上市的 有科技成分的软件公司 然后比如说Zoom 比如说最近刚刚上市的 DataDog 然后是给工程师做 就是工程师软件的 这些公司 上市之后股价 都是翻了百分之百 其实是没有 没有大跌的 然后DataDog 它的Gross Margin 差不多是80% 75%左右 所以就是真的是看说 这个公司本身 是什么样的一个业务线 就像VWork来说 很多的投资人 就把它想成一个科技公司 然后就期待 它的单位经济成本 在未来可以做得很好 比如说它可以多签一些企业客户 长期的一些客户 然后改变它自己 现在的一些营销方式 所以给了它一个科技公司类的估值 但其实本身来说 它的基本的商业模式 可能还是个房地产公司 所以就是自VWork之后 硅谷的很多投资人也意识到了 说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公司 说打着科技的这么一个名号 但它其实不是一个科技公司 就是没有软件类那么高的一个利润率 所以这个可能是 比如说作为投资人来说 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刚才孟瑶说的这两个区别 你刚才说的这个unic economics 其实就是互联网公司 和软件公司的区别 那么我之前 因为在投行的时候 就是同时做这两个类别的公司 那么基本上互联网公司 我们都要看unic economics 为什么 就是如果你的单位经济 就像你刚才说的 每赚一块钱 要亏两块钱的话 你这个公司是没有办法scale的 早期的时候 你的货客成本 找来越多的客人 你亏损越大 对吗 那么我们一般都是要看 这个单位经济成本 什么时候能够变正 那这个时候 你在scale的话 就是你每赚一块钱 你每花一块钱 能赚两块钱的时候 那可以把你以前的 这个损失给补回来 那么为什么互联网公司 这个特别重要呢 因为它是单个单个的 独立的这个消费者 那么为什么软件公司 不是这样子的呢 软件公司scale 它不需要看这个单位经济 基本上上来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成本 已经在里面了 那么你作为公司 你越scale 赚的钱就越多 每加入一个新的客户 你都是在减低 你的这个单位经济成本的 就是如果你看 这个平均数来说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 有空可以去看看 他们的这个performance 比那个互联网公司 高非常多的 所以今年你们是觉得 就是最近投资趋势 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就是大家 更愿意去看软件公司 或者是盈利状况 比较好的公司 而不再就是 互联网公司 不再那么受推崇了 我觉得大家作为VC来说 跟私募基金不一样 就比如说 我是个private equity 或者是私募基金 我投的check size 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一 就是比如说投的项目 我都要非常非常的准 就是不能亏钱 因为就是一个投资 可能就是几百个亿美金的 这么一个规模 像VC来说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有五到十倍的 这么样一个回报 所以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硅谷 大家是相信未来的一个趋势的 就是为大家是会去想说 未来大家大家的人是怎么样的生活 比如说怎么样的衣食住行 然后比如说像VWork这个案例来说 Benchmark是硅谷非常非常明星的 一个早期的VC公司 然后他们投资VWork 也在他们board上的一个人叫Bruce 然后2016年有一个采访 就是问他说 他为什么要投VWork 其实他提到了单位经济成本 他当时就是说 他一开始不太想投VWork 因为他觉得这是个房地产公司 但是他自己提到了说 单位经济成本 然后他觉得之后 他的单位经济成本可能会有提升 所以VC永远是看 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的 就是如果是追求一个稳定 或者是已经期待的 这么样一个回报 可能就也不是VC的 一个投资的风格 就是高风险高回报 然后刚才Christina提到的那些 比如说Vista呀 Tomo Bruno啊 都是非常老牌 然后做得非常好的 一些私募基金公司 但是就是他们投的一些软件公司 可能有很多时候 是老牌的一些 就是比较传统的软件公司 然后近两年 他们的投资风格 是找上市的一些软件公司 里面发展比较慢 或者比较快的一些业务 把他们剥离出来 所以就是他跟VC的投资风格 还是不太一样的 就虽然都是科技类投资 其实我觉得我们反过来再看软银 他的投资方式到底还是不是VC 觉得他更像PE吗 我觉得你看看那个软银的这个旗下的这些投资 他非常非常少在低轮以前进入 那么有那么几个公司是好像是投的是B轮 C轮的 然后像我看像Mapbox 就是比较早期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当时跟软银的一些投资经理有聊过 他们就是说 基本上公司就是 理念就是要重仓各个互联网 尤其是互联网 2C赛道中的头部玩家 然后不管你在什么市场 或者是什么区域 对吧 所以你看 Chocopedia Grab 就是Uber的同类型 或者是阿里巴巴的同类型在不同的市场 不同的区域 他们的打法是一样的 非常晚期的进入 然后高估值 然后大笔的资金的注入 非常难找到像用这样子的玩法和打法投资的基金 就像就像梦瑶说的 VC通常都非常早期嘛 高风险高回报 我又有两点问题了 对吧 那个对于愿景基金来说 如果你是要专注互联网 然后你是作为VC投资的话 你需要早入场 那你的投资团队在早期干什么去了 因为他们的投资理念是要重仓头部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等在各赛道 有了头部公司的时候 他们才出手 对吧 然后 那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没有办法进入早期了 一定都是就是你看C轮D轮以后了 所以就感觉软银就变成了接盘侠 你知道吗 就是这些有远见的VC公司 比如说Benchmark这样子的 就是他们早期承受了这个风险 他们投资的数量可能比较大 但是这些公司发展成了头部公司 那软银这时候才来接盘 那么第二点就是 如果软银不是像VC的打法 而是像发展型基金的打法呢 又没有像我刚才说的发展型基金这样子去做 非常深入的进调 它又比较像VC这样子 我看公司的团队 我看公司的愿景 对吧 所以它的进调是不符合 比如说一个投行 或者一个PE应该做进调的方式的 它在用PE量的资金去砸市场 但是却在用VC的方式做进调 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这个论点可能有点过于激进 有点过于激进 我并没有说 因为就像孟瑶说的 软银的投资团队是非常强的 基本上是都是高盛啊 摩根斯丁利啊 然后摩根大同出来的 各大投行最精英的人出来 又不像发展基金 或者到共同基金的 这个做进调的时候 这么关注公司的盈利模式 因为基本上 比如说我们当时跟那个T-Roll啊 跟Fidelity啊 这样子的共同基金 或者Crossover 对吧 Crossover在Growth Fund和Mutual Fund之间的 这样子的投资机构聊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都放弃了 我们投行带过去 给他们的这些 这些好的公司好的案子 Mutual Fund的共同基金 是信托基金的一种 Crossover Fund 交叉基金 指同时投资上市 及非上市股票的投资基金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盈利模式暂时不够明朗 而且那么私有公司的 那个这个流动性 又非常非常的小 那么他们作为这样 Crossover或者Mutual Fund 共同基金 不如就走到公司上市以后 再找合适的地方入场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 做接盘侠了 那这个时候 所以软银就是在弥补了 感觉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 一个一个空洞 对吧 然后所以导致有的投资 我赞同那个梦瑶的说法 不是所有的投资 都是不好的 只是那么有的一些公司 我就觉得 第一是入场太晚了 第二真的是估值过高了 对 我觉得成长性投资 倒不是问题 就是它还是有上升空间的 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Zoom 它上市当天就翻百分之百 那如果我是它在上市前 几轮进入的话 我还是有比如说三到五倍的一个回报 你也看到硅谷很多成长型的基金 其实是要重仓它早期的基金的 早期的一些VC 就比如说像Benchmark 它非常的 自己有纪律性 它每一期基金都是5000万美金的 这么一个规模 它只投早期 然后早期VC的这么一个玩法 就是说我只要一个Fund 有个FundReturner 比如说10倍以上的 我这个Fund就OK了 然后它跟成长型基金的玩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可能会miss掉一下说 它特别明星的一些项目 有的时候它想重仓成长期 因为它看到成长期还是有很大潜力 所以你看到硅谷一些基金 比如说像光速 它虽然是以早期基金为名 然后它有消费品的一些项目 它有软件公司的一些项目 它在近几年也开始在融它的成长型的一些基金 是因为就比如说光速的一些投资人 或者是一些投资人 在一些他的公司的董事会上 他看到他早期公司有非常大的一些潜力 所以他还是愿意在成长期重仓这些公司 包括就上个月Funders Fund 是Peter Thiel 就是那个从零到一的那个作者 他自己的风投基金 也是第一次开始融成长型的基金 因为他觉得他有很多的明星项目 他在成长期的时候 因为他早期基金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就是来去再布局 所以他觉得成长期其实也是一个机会 尤其是现在公司上市越来越晚 那就说明上市前的时间或者是机会 其实这个赛道也是有很多机会的 但是软银的问题呢 我觉得是因为他第一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赛规谷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就是他把估值拉得特别高 然后软银基金 他愿景基金就是前两年上市了 所以对于公开市场的投资人 或者是他自己的LP来说 大家是期望比如说IR至少能达到15%到20%的 IRR内部收益率 指衡量一个投资收益好坏的常用标准 然后15%到20%的一个IRR 比如说三到五倍的一个回报 对于一个成长型的VC来说 并不是说特别天方夜谭的一个事情 他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但只是说软银布局的这么一个方式 或者是他的Thesis 现在可能是自己也在摸索他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他怎么去Deploy他自己的基金 是然后就是刚刚大家也频繁的提到了 就是最近的市场很注重单位经济效益 对企业能不能盈利 你每增加一个顾客 你到底是盈利更多还是亏损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 因为我是之前采访过 就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后的一批人 然后在那个时候也是 对 大家笑了 有故事 OK 也是在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非常年轻 我们现在也很年轻 现在我们都可以来评论软银了 对 但是其实真的历史就是轮回的 那个时候我大概理解了 为什么VC会形成 比如说大家会疯狂的去给这些亏损的企业投钱 因为在互联网刚刚崛起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快速的去占领市场 然后占领市场的方式就是加钱 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啊 感觉现在的公司 就是烧钱换增长 都是在为了获客 然后都是在亏本的 在这个疯狂的争取市场份额 听起来好像是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是这样 其实孙正义也是那个时代的人 他自己是经历过互联网泡沫的 在互联网泡沫的鼎盛期 他自己是做了三天世界首富的位置 然后之后就是软银的整个公司的资产 就从2000亿跌到了20亿 那其实就是这个模式 在过去他一直是能行得通的 但是在今天有一个问题 当这个市场渐渐趋于饱和的时候 流量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 然后你再去烧钱 去换这个增长 那他是不是还能增长的 就是这套打法需不需要改变 我其实最近也跟很多创业者聊 他们就说 就觉得非常的疯狂 因为之前投资人都是说 你的市场占有率多大 然后你有多少用户 他说现在的投资人见面 第一个问题 他们才成立三个月六个月 就说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你多久能盈利 你盈利了吗 你一年之内能盈利吗 就我觉得好像 也是整个硅谷这个投资方向的一个转变 那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软银在这个事件中 就是因为孙正义他也是那个时代起来的 也是那个时代去做风险投资 所以他有没有把这种互联网的思维 然后复制到今天的这个时代的思维 然后以及就是烧钱换增长 在今天是不是还是可行的 我觉得作为早期的 尤其是互联网的初创公司 我觉得作为这个成长 看中这个增长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都说有这个first mover advantage 对吧 你先要占领赛道 我觉得这些互联网的打法 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的 但是我就觉得在近几年嘛 为什么我们说就是 质疑这个硅谷有没有估值的泡沫 就是因为烧钱的这个速度 这个burn rate实在是 就是完全是没有一个理性的这个 这个衡量在里面了 这投资人也完全不管 就是你的这个burn rate 然后你的runway有多少 然后你大概什么时候 能够从这个deep loss 能够转到慢慢趋于这个break even 甚至到这个能够 每个这个新增的这个客户 能够带来正的cash flow 就大家对这个讨论 完全就置之脑后了 一窝蜂的这个改变是 主要是因为这市场 真的充斥了非常多的 大量的资金在里面 然后好的项目呢 又不是那么随手可见 对吧 而且很多这个所谓的 这个互联网的创业 其实很多就是对这个business model 对吧 稍微做一点改动 并没有很多长期的这个什么 R&D啊 就这个投入在里面 所以导致于当初犯过的错误 现在好像又重新走一遍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创业者 没有经历过当年这样子 惨痛的教训对吧 但是R&D市场好像长期以来 去看这股价其实一直都是非常重视盈利 这件事情的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真的是一级市场 这个两个极端吧 这个摇晃的还是比较厉害 然后而且非常受舆论导向 对 对 我觉得Christina说的特别对 尤其是VWork 然后现在媒体铺天倒地的这种负面报道嘛 然后现在投资人见面 比如说没有投VWork的 大家都很庆幸 说我们当时没有投VWork 然后大家现在比如说看公司的时候 很多都非常关注单位经济成本 我们刚才也说了 但是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 我觉得高速成长 还有长期的可持续性都很重要 对 两边都得看 对 然后今年上市的很多公司 像我提到了Datadog 还有一些软件公司 上市的时候也是亏损的 这是OK的 就是它长期的话 就是投资人是看到 它可以成为正的一个现金流 比如说Zoom 它上市的时候是亏损一点点 就是没有达到完全的EBDA 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 但是很多软件公司上市的时候 都是亏钱的 但是就是成长速度 比如说每年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以上的这么样一个增长 然后无论是一级市场 还是二级市场的投资人 对这类型的公司 其实都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软件公司在二级市场的表现 就会比较好 像我们除了这个Datadog之外 其实非常多 什么Annaplan 都是软件型的公司 刚刚其实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 我们也频繁提到了一家硅谷的 老牌的风险投资机构 叫Benchmark 然后我观察到就是 Benchmark跟软银 其实有非常多相似的投资组合 就比如说Uber跟WeWork 而且这两家公司又非常巧的 就是都是创始人 被那个投资人赶出了公司 但这两家公司最大的不一样是 Benchmark它非常善于 从软银的手中赚钱 就对软银来说 Uber是它的亏损 WeWork是它的大亏损 但是对Benchmark来说 Uber是它的大盈利 它可能是有几十倍 还是几百倍的回报 如果说2019年 要选一个硅谷最佳投资人的话 那可能就非Benchmark莫属了 因为Uber上市了 然后它从WeWork也赚了很多钱 那你们可以分析一下 为什么就是同样是投资相同的公司 Benchmark是赚钱的 然后孙正义这边是亏钱的 我觉得Benchmark因为它指头早期种资轮的 或者是少部分A轮的这么一个公司 而且Benchmark是硅谷为数不多 非常discipline 它每一期基金就五千万美金 就是它从来不多融钱 所以如果你给它更多的钱 那可能找不到那么多的好项目 就与其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就是相同的资本 然后我选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早期公司 像Benchmark WeWork这个项目上 它就算是11块6毛钱一股的这个价格 就像这个软银现在propose的WeWork 它要买的这个价格 它还有33倍左右的回报 就是对于Benchmark来说 就是Uber它也是非常早期的一个投资人 我觉得就是进入的阶段不一样 因为就是Benchmark它都是在总资轮 或者是非常非常早期进到公司之后的 然后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在董事会上 然后他可以看到这个公司 就是从早期到晚期的这么一个发展 然后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 Benchmark在早些的时候 还卖了一些股份 就是上市前 就是无论是Uber还是WeWork 所以它已经把自己的风险降低了一部分 我非常赞同 我觉得就是 其实就是两家基金的这个策略不一样 那么而对于这个风险投资来说 我觉得像孟瑶说的discipline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非常谨慎 它有自己的原则性 所以就是能够有很多的风险规避 我觉得并不是说Benchmark投的东西都是好的 因为毕竟VC就是这样子高风险高回报 所以它投了很多公司就死掉了 对吧 那为什么 就是软银里面的很多这个portfolio公司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都已经出来 就像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他们很晚期才进入 所以他们已经觉得 这公司已经是这个赛道的赢家了 非常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手段approach Benchmark的一个管理合伙人 Bill Gary 他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 大概说了一句话 是评价软银的 他就说 只要软银进入到了 你所投资的公司领域 不管他是不是投 你所在的公司 或者你投资过的公司 或者竞争对手的公司 只要他的钱进来了 那么你们所有的人 都会是就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 你们的董事会必须要去讨论 如果软银进到了一个行业 你们该怎么办 或者他投资了你的竞争对手 你该怎么办 很想了解一下 就从你们各自的领域来看 就是软银 对这个包括风险投资的上下游 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先来吧 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说自软银之后 就是他这个愿景基金 因为规模比较大 所以很多传统的风投机构 都开始融成长型的基金 这其实之前在硅谷是很少见的 所以第一点总结为 融资规模变大 对或者是投资成长期的 早期基金越来越多了 就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 光速啊 Founders Fund Anderson 包括今天 就是我们国内很熟悉的 Mary Meeker 她从那个KPCB离开了 自己成立了Bond Capital 然后是专门投成长期的 就是你看到越来越多的VC 开始融成长型的这么一个基金 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 比软银有更多的优势 是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是投自己 早期已经投过的一些项目 她知道哪些自己的项目 会是之后的明星项目 或者是赢家 我觉得在一级市场吧 就像我觉得很赞同 这个孟阳刚才说的 就是大家更加开始看 check size变大了 然后更加注重这个growth rate 但我觉得二级市场 这么多年来 好像完全不吃这一套 对 所以我也是看到 华尔街有一个股票分析师 叫麦克威尔逊 他自己是在媒体表示说 WeWork首次公开募股的失败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个就是为没有实现盈利的企业 提供慷慨的资金的日子 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你们会怎么认为 其实今天也很巧 孟阳会代表一级市场 然后陈宇代表二级市场 你们认为 WeWork事件是一个转点吗 我觉得个人的观点来说 我并不觉得WeWork 是有多么标志性的转折 就像我刚才说的 二级市场从来没有变过 就永远都是看重盈利 而且我也不觉得 这个方法 这个看法是对的 因为就是 比如说像 你看像亚马逊 又说会东家 对吧 他真正的股票起来 真的就是17年 16年17年 才开始从几百块变成了几千块 那么早期的 那么十几 十几块 二十年的时间 这股票都是非常 一直都是非常缓慢的在增长 然后因为也都一直不盈利 那到现在 亚马逊也不盈利 那为什么 华尔街 倒认可 那个亚马逊呢 因为当你把亚马逊 把这公司拆开来看的时候 这个2C的这个 retail这一块 e-commerce这一块 unit economics还是那样 还是 就是 比如成熟市场盈利了 在国际市场发展 还是不盈利 那这一块的估值 还是非常低 如果你把这个亚马逊 比较 应该是说高利润的业务 批除出去的话 这个公司股价 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么高 那么是因为有了 这个进入了新的市场 有了AWS 云这个应该说是 比较高利润的业务吧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早期投入非常大 那么现在很多时候 就有了这么多的data center 再有这么多的infrastructure 在全世界都布局了之后 现在就是在收获果实的时候 所以那华尔街就是 大量的就是 对这个经济模式 非常非常赞许的 所以股票 你看飙升成这个样子 我加入亚马逊 实在加入的太晚了 那你说是因为 二级市场的那个 这个投资的这个 分析方法变了吗 完全没有 这么几十年来 我看还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 有盈利的方式 可能性 互联网的公司 为什么就没有 这样子的估值 为什么就没有 这样子的股价呢 二级市场 因为他们 这就是他们 看公司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 对一级市场的影响 当然可以转给 那个梦阳 让他更加多的 这样子的评论 对一级市场来说 我觉得软银的 或者WeWork 或者Uber 各种这样子的 互联网公司的 这个IPO的这个过程 让大家都变得 更加精神了 对 我觉得 Christina说的特别对 我觉得二级市场 跟一级市场 最大的不同是说 就是公开市场 是有流动性的 比如说投资人 他今天 对这个公司 预期改变了 他可以随时 在市场上 进行交易 而就是这种 private market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第一是 很多时候信心 是不退等的 而且在硅谷 有大量的资本 是你抢不到好项目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作为投资人 我们也是说 只能接受 公司开出的一个估值 或他们的一个预期 因为那公司 发展的太好了 我觉得刚才也讲到了 就是说 如果从VC的角度 来看院井基金 他现在才是一个 成立两年左右 而且是规模空前的 这么大的一个VC 我觉得很多时候 评判院井基金 可能也是 从更长期的一个角度 来看一下 他比如说 未来五到十年之后 他布局的这些公司 是不是能跑出来 比较成功的一些公司 而不是说 像现在媒体 都在关注于说 VWork 因为这个事件上的 一些失败 或者是一些亏损 而全盘否定说 院井基金 我觉得院井基金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还是给硅谷的生态系统 就是当然是有好的方面 也有不好的方面 但是从好的方面 来说 注入这么多的资本 让一些比较创新的 一些赛道场的 同步玩家 有更多的资本去发展 其实是 对现在系统 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是 必须强调一下 阮营的院井基金 是一支 规模 一千零三十亿美元的基金 但其实 VWork 这个事件 只是它中间 非常小的一部分 而且 用两到三年的时间 去评判一个基金 是非常的 不公允的 那接下来就是 阮营会怎么发展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我觉得 经过这样子的 因为有这样子的事件 以至于 你看孙正业 包括阮营投资团队 都会更加思考 他们的这个投资方式 我觉得 对院井基金 将来的发展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而且 也没有这么 市场搅局的感觉 我觉得 大家都是 大家都冷静思考一下 因为 最近这些年 的确 这个硅谷的热钱 包括中国 中国一级市场的 这个投资的 这个热钱 真的是 让大家有点 比较容易 丧失理智吧 我觉得回归理智 是市场 自我调整 非常好的 谢谢今天的 两位嘉宾 如果大家觉得 讨论意犹未尽 也可以去财经杂志 与晚点 LatePost上 看我写过的封面 没人买得起 孙正义 那这就是 今天的节目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大家有 什么想法 或者评论 可以给我们 在各大平台留言 或者在读者群中 进行讨论 也可以给我们 写邮件 加入读者群 可以添加 声小音的 微信号来入群 微信号是 声FM1 S H E N G F M E 阿拉伯数字的E 我的邮箱是 TAO at声.fm TAL at声.fm 另外 《声动活泼传媒》 旗下 还有另外一档节目 到海外去 大家可以在 喜马拉雅 或者苹果podcasts 等音频平台上 来搜索关注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